请收看 维新世界2015 鬼谷文化宗教教育 世界和平 两岸高层论坛 从大陆来说 应该说 他所表现的特点是自上而下 比较过重地强调政治性 理想化和宣传教育 国家治理 那么从台湾来说 更多的可能是自下而上 比较重的是宗教性 生活化 以祭祖的形式 利人利天 所以说我觉得从我们海峡两岸同是阎黄指申 应该说在传承 弘扬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这个方面 还可以加强合作 共同取舱不短 应该说可以对传承 弘扬 中华传统文化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 对鬼谷文化我个人接触不多 但是通过到这里来跟大家学习 我觉得对于鬼谷文化 正像咱们太湖书院的总顾问 邱南辉先生所说的应该全面系统完整地传承 弘扬中华传统文化 鬼谷文化同样可以实现创造性的转化和创新性的发展 在世界和平与社会发展中发挥独特的作用 我个人的体会 鬼谷文化应该说是一种大智慧 是知与行的这样一种独特的方式 它注重对天理万物最本源最本质的认识 阴阳拜和 它注重对待变异的其中 注重对于游说和应变的机制 注重对于目的的实现 其实拜和说到底 也就是一种阴阳开启 这样一种的话 最基本的天地万物的这样一种本质性的东西 那么游说是拜和的一种基本的方式 那么鬼谷文化注重拜和游说 这样一种充满智慧和全变的思维方式 成为历代政治家军事家企业经营管理者的做上课 纵横家的辩论技巧也是隔行隔夜 运筹为物 科地自胜的法宝 这个何众 何众弱以公益强 连横四益强以公众弱 这样一种这个掏略和谋略 应该说是从谷到今 商战 政战 以及其他的诸多的博弈当中 可以的话的这个何地自胜的法宝 所以我觉得的话的鬼谷文化 应该说在今天还是可以更大的 极大的挖掘这个传承和弘扬 那么在我们中国的历史上 应该说从古代到前代 都有很多的这样的政治家和领袖人物 对于这个鬼谷文化 这个传承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 那么既然中华海峡两岸同根同魂 我觉得我们海峡两岸 应该说在这个传承和弘扬 中华传统文化的这样的一个 大的这个目标和愿景上 携起手来 能够更多的为我们中华民族的 在新世纪的实现新世纪的伟大复兴 能够做出我们共同的贡献 做出我们共同的贡献 那么我觉得在这个 要这个谢守共创中华文化的新辉煌 首先应该是全面系统的传承和弘扬 中华传统文化 消除成见和固立 如过去对于孔子和鬼谷子 等其他的一些各派各家的学术的一些偏见 那么更重要的是 对于传统文化 要实现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 这个刚才的话呢 很高兴也听到这个李教授 在这个做这个主题演讲的时候 也用到了这个创造性转化 提出来这个创造性转化这样一个概念 说明了我们两岸同胞在这个问题上 是取得高度的意志的 这个两创 对于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 以创新性发展 我觉得应该说 一是尊重传统 二是古为尽用 三是推陈出新 不搞复古主义 后古搏金 以古飞金 也不搞历史唯物主义 抛弃传统 不搞现代功利主义 唯利是图 而是呢 有鉴别的对待 有洋气的继承 创新传统文化的形式和内容 使之与当今社会相协调 与现实的文化相融通 为当代人所接受 所应用 这个另外呢 就是在传承这个弘扬 中华传统文化这个方面呢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方面 就是要的话的 推动中华文化走出去 提高对外文化交流的水准 展示中华民族 底蕴深厚 革命族多元一体的 这样一种文化多元的 和谐的现象 使得在新的世纪 在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当中 咱们中华民族 能够对人类的文明 做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好 我的演讲到这里 谢谢大家 谢谢陈屋院长 我们接着请原道法师 跟我们做第二个主论 世界和平消灾化解宗教观 请 拍摄 首先要感谢感恩 微信中宗旨上文学院禅师师傅 二十二年来的调教 感恩阿弥陀佛 同时要感谢两岸 包括台湾大陆这么多的专家学者 这么热心来参与 两岸高省论坛 拥护微信圣教 阿弥陀佛感恩 还有也要感谢 我们微信弟子 微信贤士同修 这么热心 踊跃来参加圣典 功德无量 阿弥陀佛 师傅要弟子来谈谈 世界和平消灾化解宗教观 这个题目 我们本人当作微信弟子 站在微信圣教立场 来看待世界和平消灾化解 我想今天因为时间有限 不要再推论 我将本文详细 很恭敬地来念一次 请大家多多指教 当今普天之下 天灾人祸不断 轰不条 雨不顺 人心惶惶 再加上人心不古 所作所为离道原理 要属天下太平 世界和平早入来临 必须要有一位 能为万家旨的 伟大圣神 先火菩萨降临 能广度有缘 广传妙华 广力众生 才能敬其功 这位万家旨 必然具有 至高无上 天人合一的圣志 知一切法 且不畏一切法所护 能消灾化解 能调和安置 宇宙虚空三界万灵 包括六道众生灵 一切渊灵 及全人类 家家户户的万幸主灵 微信地址 简信 这位万家旨 应当救世当今 奉承天命 天运 成立了台湾新兴宗教 的教主 无量寿 妙著圣 王禅老祖 大天真 即宗族上魂下缘禅书 一位代表天 一位代表地 天人合一的圣志 因为从维新圣教 维新宗 开始到维新宗教 成立 开宗立教宗族 就提示 树大宗族 要养贤蓄财 致命的高尚其事 天下太平 同时开演 维新圣教教纲 维新宗中 为国 修道 立人天 圣人 圣教之年 为民起舞 定太平 以上的宏观 宗族 与教纲 已经表落无遗 维新圣教就是 存在世界和平 天下太平 众族大人的圣教 所以 务师 我的师父 混年禅师 自1993年 开始收徒 开班受购 开转 养贤蓄财的法人 阔其生 劣结 有缘的弟子 就陆续归队 归于在 维新圣教 教族 无量寿 庙祝圣 王产老祖 大天真 其宗族 上吻下缘 禅师宿门下 勇门 精进学习 务师 混年禅师 演绎传授 一经心法 几峰水旗 庙法 以及 辱树道 自家庙法 共转天下 太平法轮 当下 维新圣教 庙祝圣 了悟天下 要太平 世界要和平 绝非靠 强大武力的战争 能属天下 太平 天下大事 远起 远面 皆由新奇 心灵的世界 是无形世界 无形胜于有形 这是万瓦 唯心的真实意 天灾 人祸不断 皆起因 于三界万灵 及诸多愿灵的 骚动 若是生辉 还有 阳间世界 家家户 各家各姓 是 祖灵不安 求助于后代子孙帮忙 可惜后代子孙 无学无修 不知如何相应 诸多不安 不平安之事 由此而起 妙之圣 了悟天下 南太平 世界不和平之音 在于 三界万灵 不得安置 各家各姓 是祖灵不安 求助于子孙 老女相知 未能满怨 牵动人间世界 永无灵志 恕故 要属天下太平 世界和平 唯有从 度祖灵 安祖灵 归依 极六净土做起 为新圣教 教主五亮寿 妙宿圣 王产老祖大天真 及宗族上吻 家园禅室 天人合一的 天人圣志 为度三界万灵 及万幸祖灵 往生极乐净土 不畏艰难 成天微光 幽猛诸天圣神 先我菩萨 及隆天父法 定六子 自2004年 到2015年 10年 缅年元旦 连续举办 十次中华民族 联络祭祀大典 招请历代天主 帝王圣灵 及其眷使 及万幸祖灵 三界万灵 来去祭祀大典 谈成 听金文化 平文中华儿女的心声 收纳中华儿女的孝心 法院供养 来世纪 去世宝 华喜圆满 富佑国太民安 及后代子身 平安吉祥 中华民族联络祭祀大典 的举办 是开创 中华民族五千年 未曾有的祭祀盛放 这是唯新圣教 为国修道 为民祈福的 利人天 落属宗教修行的 真实义 属国太民安 天下太平 早日来临 中华民族联络祭祀大典 以及 诸多大型法会的举办 要旨在调和 一两两界 三界万灵 与万幸祖灵的和谐平安 尤其祖灵平安 才能使万家灯火 家家民 人间净土就在当下 事故 唯新圣教 是能救助三界万灵 归于吉六净土的圣教 唯新圣教 是能安万民之心灵 属万民心安的圣教 唯新圣教 是能推动天下太平 世界和平的圣教 当下 实质 甲午千秋之年 王残老子 这五年禅师 师父 天人合一 知天机 慧天律 甲午千秋 是多数之秋 发动唯新圣教 全体唯新地址 由公诵 鬼谷先师天德经 以及佛说阿弥陀经 等等 各部经 多部经典 要达到一千万部的功德力 仰仗 唯新圣教 教主 无量寿 庙祝 祝圣 王残老祖 大天真 既我们师父 本年禅师 转成三十三天 玉皇大地 既诸天 圣寸 佛菩萨 转师 三界万灵 渊灵 及万幸祖灵 祈求 甲午千秋之灾恶 能大事或小事 平安度过 国家政治的大变局 顺利转换 天佑台湾 平安即享 最后本人 特别要附上 中华民族联络记者大典 记一文 供养大众来拜读 这篇记文是 中华民国行政院 内政部宗教师 掌管全国宗教事务 与两岸宗教事务交流的参事 文元新长官 南平居士的大作 因为这位长官 对辱道士 及各宗各教了解 可说无人能出其右 此事因缘起义 今年就去年 2014年6月25日 维新圣教 元宫法师 带元道法师到 行政院内政部 拜访 文元新长官 德文文参数 对宗教的精闭见解 获益良多 尤其获 他送回 他的大作 大作一本 道心为言 一诗 内有37篇 有关宗教的精闭阐释 除了有心人 一读为快 其中第27篇 就是中华民族联络记者 大典记 对记者的真实意 超人力等 不同幻想的见地 令人赞叹 当今之事 若一更争议成 探讨有关宗教 是元道友这个感受 唯诗人物水以归 唯诗人物水以缘 的感叹 事故在户上 供养智慧 贤士 善知识分享 现在接着就是这篇文章 在这篇文章要共读以前 特别介绍 今天作为文参事 的宗教家 来给大家认识一下 拜托一下 站起来 拜托谢谢 大家鼓掌 他们 谢谢 谢谢 现在我攻略 他大作大家分享 人为万物之灵 其理由天地之得者无他 乃终胜所事 顺终追缘事业 人人千金有其心 国子血脉有其情 事与家庭子堪 国家宗庙 皆多香火心传不绝 天地君君师各得其位 家道国运万事其昌宜 自民国遭遭改制共和以来 民治民流民想 为立国所基 除春秋既是中列之外 太庙既想故无以存续 民族既既更所未闻 炼之五千年中华民族祖先 万宁何所依归 曾令人五中醋弱 几惨且贵 幸有维新宗维新圣教 维新宗宗旨 禅既三仙和事 至此混年禅师 花大慈大悲之心 其惊天法旨之成 排除万难 以今年元旦 甲桃园县归山乡 国立体育大学体育馆 举办2013年第八届 中华民族联流祭祖大典 奉请中华民族列祖列宗 圣灵光将团成 授纳祭拜供养 表达中华老女大笑之心 并起于风调雨顺 国泰民安 天灾永绪世界和平 四日参加者 至吴总统敦毅先生 及立法院王院长金平先生 及各界代表三万六千众 前程室敬 向炎方吃三子行 最敬祭拜祢 由供养五千年来 三千七百六十四 大小战争渊宁 并延及徐湖僧人 东阳朱建宁 及除游后裔 繁雄天王朝鲜朱建宁 社联位与祭祀 高志追根溯源 万宁归心之孝心与情意 人天法界一片祥和 一世庄严实胜 不可胜言也 我贤天上帝研究会 秉承贤天上帝 孝顺父母资讯 創会长温元兴 会长吴雍蒙 秘事长黄瓜宝 接同郑进宫 文杰前主委 杨西斌组委 郭嘉良总干事 政经部组长 及花园行列工 林伯一 林伯一秀 公职等人参与盛会 同时创会长 演戒之北京 医学文化学士交流考察团 包括中国社会院 继续教育学院院长 黄里胜 北京诗万大学 张陶教授 及中国医学会副会长 韩绍兴教授等 十人 一公公其胜参加 深深体会 中安民族五千年 万世子孙 同婚同缘不可分 血龙一水 情深且义重 之深远意义 民族复兴之既 在意之乎 获约 九千七子一起 原理 可以说很久了 其已上述五千年 原皇祖先所长远 可及慈世 又旁及朝鲜东洋 乌乃过于 个人身世 九千七子获以求援 为民族繁年万世 且屹立于东亚者 必逆凡于 唯我中华民族 五千年始 列祖列宗 照照眼前 不可谓为缘 原皇祠是 具共存的中华 中原 我任当开阔心胸 不宜成王败阔 视之 平等祭祀 以为在天之灵 不宜遗乎 公养旁极 徐湖 还雄之后 不宜流口而弃之 乃禅施大悲心愿而 与首度参与圣会 大典一役 赶快唱吃 久久不能平护 知人不能无孝亲之心 不能无国子之情 视为己 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 秘师长原道法师 有幸能以作为 中华民国行政院 内政部宗教师 掌管全国宗教 及两岸宗教交流室的 文参寺长官 南平居士 结缘 深感荣幸 文参寺 于2012年元旦 有缘应邀参加 维新圣教 举办的第八次 中华民族联络记者大典之后 顺利其境 感同顺受 有感而发 以一位宗教家 及行政院主管宗教事务官员的 观点提出 独特超越 政治诸证件证言 肯定维新圣教 维新中 本年禅师 排除万难 连续举办 十次中华民族联络记者大典 功德无量 赞叹不一样 委员参与 今日论坛的 自卫大德善知识 共同体认 天下太平 世界和平 是唯新圣教天命 也是21世纪 中华儿女的天命 中华儿女 祭拜中华民族列祖列宗 追根溯源 共同创造 中华三主儿女的大元荣 共转天下太平法人 世界和平的大法人 为全世界人烈 创造最大的福祉 是中华三主儿女的荣耀 在此特别报告 感谢 请多罗主教 阿弥陀佛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